從過去攻擊北農到日前進口彈的議題的政治操作 其實浮躁斑斑都是藍白共同聯手 來透過網路霸凌來遂行特定的政治目的 那麼緊接著包括館長就直接聯合起來擴大這個議題 那麼包括林北好友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民眾黨的這個柯文哲也開始在黃國昌館長分別投入之後 包括柯文哲包括黃珊珊包括民眾黨都加入了這個整個聯合造謠抹黑的這個行列當中 那這個施定北好友林玉宏的部分 他現在潛逃在國外 那麼我們也呼籲他可以及早的反國來做說明 那此外看到國民黨的許姓黨公司許哲兵的部分 許哲兵他跟曾明宗之間有絕對的主從關係 因為他曾明宗是政策會 國民黨政策會的執行長 那麼曾明宗呢也是侯友宜進辦的召集人 所以侯友宜你可以不說話嗎 侯友宜你可以回避嗎 許哲兵跟曾明宗有主從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說曾明宗根本就是這個國民黨裡面最大的這個造謠抹黑的網軍頭 這個是誰任用曾明宗為政策會執行長 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跟曾明宗之間也具有這個主從關係 那麼這個許哲兵他跟朱立倫之間呢 是負責國民黨主席信箱的許哲兵 所以朱立倫你可以不說話嗎 朱立倫你可以回避嗎 朱立倫你到今天還不道歉 朱立倫你以為你切割了許哲兵 這一切就都已經不用有任何說法 都可以不用向外界交代嗎 那可以看到許哲兵呢 許哲兵他這個之前是怎麼關係 許哲兵他之前是張立善的小編 他又是作為這個張家俊的發言人 所以這整個抹黑財產業鏈裡面 以許哲兵為首向上延伸 就是雲林張家 所以我們也呼籲不僅是國民黨的中央 不僅是朱立倫跟侯友宜 還有雲林的張家包括張立善 包括張家俊 以及過去很清楚為什麼 包括柯文哲侯友宜 為什麼都要去見張榮衛 很清楚這整個關係圖 畫出來就可以知道說 這整個藍白產業鏈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最主要的還有一個 國民黨 如果國民黨這個抹黑產業鏈的 最上層又是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國台辦在進口彈這個議題裡面 中國國台辦還說台灣八缺啊 根本就是配合國共聯手 偶做這個特定議題 來達成這個 他們藍白所謂要達成的這個政治目的 回想2018年選舉年 那個時候2月28日開始 我成為一齣戲裡面被攻擊的對象 這齣戲呢在台北上演 戲的內容呢大致上就是 北農修飾造成菜價崩盤 所以北農總經理吳宜宜必須要 應該要下台 但是呢 明明北農修飾不是北農決定的 菜價也沒有崩盤 而且是相對去年同期較高 相對的穩定 怎麼會編出這一套虛假的劇情來呢 然後按照這一套虛假的劇情 當時國民黨的這個市議員王洪威 當時要競選的徐巧新游書會 那以及國民黨的立委曾明忠啊 李彥秀啊 當然雲林張家的張立善啊 張詠誠啊 還有一些網紅名嘴 包括了當時的朱學衡 以及當時仍然是小配角的 林北好友等等等 都爭相跳出來 按照這一套虛假的劇情 扮演攻擊手的角色 要我下台